变成银钱的星星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少女 少女没有爸爸妈妈 也没有家 可怜的少女 只有一块面包 和破破烂烂的衣服 少女拖着疲乏的步子 没有目的地走着 孩子 我太饿了 不能走路了 能不能给我点那面包呢 瘦得 连岁数也猜不着的爷爷 伸出了手 少女虽然很饿 但是给了爷爷一块面包 少女继续走着 碰到了一个孩子 孩子哭着说 太冷了 给我一个 能把头盖上的东西 好吗 少女摘下帽子 给孩子戴上了 又走了一会儿 这次碰到了 没有上衣的孩子 少女脱了上衣 给孩子穿上了 又走了一会儿 到了树林里 少女走在黑漆漆的小路上 那时候 走来了一个可怜的孩子 少女给了那孩子 外衣和鞋子 现在少女 什么也没有剩下 就那么站着 啊 那是什么呀 那时候 从天上 掉下了很多星星 少女很吃惊 去看了 那个地方 堆着很多 闪闪发光的银钱 少女拿起那些银钱 从此 过着富裕的生活 谢谢收听 他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